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见面的仍然是带给大家无限欢笑的欢乐东北风 今天晚上的主题叫做加油熊孩子 一说到这个主题想必很多家长都有共鸣 首先要跟大家见面的小品叫做老小孩和小小孩 彩排还没开始导演就早早来到现场 择队道具的数量安排道具的摆放位置 这也被图了 水果 零食了这是零食啊 这是零食 零食有草啊 我跟他说了草了 把位置重新挪动一下 这个小品是由喜剧演员魏三盛哲和王卓南为大家带来的 魏三作为资深喜剧人 在彩排前也对道具提出了一些要求 插缸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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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缸子包啊 拿完这插缸子包再夹个两个气息啊 就低了算挂子 拿塑料袋里边放点东西 就感觉它是一个大插缸子 甚至有电风窝动的含量感觉 对啊 它就是走了 要不都不在那里 在那里那个塑料碑 它也适合上个数字 在那里的塑料碑 一个大塑料碑完了吗 对于小品中的道具来说 有一部分道具要根据演员的习惯 和实际情况临时决定 这不在舞台上 导演就跟魏三和盛哲 商量起关于拐杖的实用问题 盛哲老师说 我去转拐杖的 有不容易会来 但是我都去 我想 只要好你们说说换衣服 因为您三个外套 我猛想的最可能的一切 就是稍微快一些 我换完衣服 我换完衣服 您是 我说盛老师今天怎么给他弄 尽量快的 尽量快 正式录制前 魏三来到化妆间化妆 试起了老年装的头套 和化妆室临时准备的老花镜 这哪是老花镜 菜潮的呀 是老花镜吗 我只不在这个 那一镜都别打 别打 咱们那些彩排员 那老花镜是谁的 应该就是咱们 就是给咱准备的 安心的 到剧组 好人 那是咱们准备的 真是 那是真是 但是可以卡那 把那个镜线打 哎呀 行 最后一块 最后一块来 那我们就得在那个后台 后面上 反正一会 您仨在对一边 对对对 赶一个地儿 对了吗 可以啊 我放你那块 我放你那 最后 就是闹 别再来这个 好 他到时候 就是 我们的男生 是你的 用 你直接死到 你再干啥 那我今天 你的 姜 对对对 想想一下 哎哎 用姜 老小孩和小小孩 顾名思义 老小孩是 为猜扮演的 老熊孩子 而小小孩 则是咱们家里的 小型孩子 最后要给我们带来 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今天这个小品呢 它是一个 老年的小品 爷爷和孙子的 一个故事 但是这个 跟别的小品 不一样的原因 我觉得它 它不是 它不是一个故事 它就得叙述 一个老年人的生活 生活状态 对 一个三个阶段 从退休以后 无所事事 然后到这个 七八十岁的 这么一个过程 而且老小孩和小小孩 在一起 就是两个人 虽然他是爷爷 但有时候他比孙子 还倦 还倦 就是这么个故事 那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怎么演啊 你也没有过 这种亲身经历 真没有 说实话 这也是个挑战 这是个挑战 但是这个作品 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说里面的包裹 和一些东西 不像其他的小品 所以那么炸 但是我感觉 他会让人心很酸 有时候 我排练的时候 就感觉到 我看本子之后 我就感觉到 这有时候 还心是酸的 那你在里面演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 你看我这样 肯定是熊孩子 为什么这样的角色 会找到你演 当然了 我比较 性格比较像吧 到现在 我还保持这样的 这个性格统真 对对对 现在每一期的节目 都会有一个主题 咱们这期的主题 就是熊孩子 是吗 对 那我想知道 你演的这个熊孩子 他性格是 像你刚才那个样子 对 性格就会比较 吊儿郎当一点 但是呢 慢慢的 他就会有所改变 在年龄啊 年龄增长啊 包括遇到一些事啊 他都会 越来越成熟吧 是 那你这样一路走过来 你觉得你小时候 是个熊孩子 是啊 是啊 我太气了 太气了 真的出演 对啊 很多气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所有就是大人小孩 见到我都烦我 都特想把我 特想打我 那你是做了什么 让大家想打你 比如说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就是 没事 就是 很气 对 然后呢 然后说话也比较直 所以就看了你 你长得真丑 你长得真丑 就类似于这样 接下来要与大家见面的小品 叫做南保母历险记 整个小品的场景 是在家里完成的 但是这道具刚一上台 就坏了 这块割的吧 咋的了那个片子 割的吧 坏了吧 割柜上的 嗯啊 那咋整个 咋整明天赶紧 修一下 或者是用别的 别的那什么那个 井 把它盖上 应该没 不会有这么大问题 对 大半在小品中 饰演了一位 历经重重困难的 南保母 其实啊 她的真实身份 是一位心理医生 为了不引起患者的注意 扮演成了一位南保母 扮演成了一位 扮演成了一位 你去我家门吃钱呢 你千万不要说你是心理医生 你知道吗 你就说你是南保母 不是公母 还让我妈 不合计这些事 好不好 玩我 生机开导开导 生机开导开导 玩我这啊 南保母 养不了 给你加钱 这不是钱这事 这是对我人格的一种不 两倍 这是对我职业的个性 三倍 扮演成了一位 扮演成了一位 你把他放这哪里 他干啥 妈 他是起立保母 男的 你对我这性别 你知道保母 为什么叫保母吗 保证得是 母的 被婚的 是回发 小品南保母 劣险记 由喜剧演员 白哥 崔大奔 欧阳振峰 和小新 共同完成 白哥在小品中 饰演了一位 患了抑郁症的母亲 今天带给我们 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今天这个作品 有关于孩子 熊孩子的 对 熊孩子 那你饰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我饰演妈妈 妈妈 那你的孩子 孩子也在这个戏里面吗 没有 就是 那个 我女儿开学了 没在这个戏里面 但是我有一个 比我女儿更大的孩子 在这个小品里 是的 那这期主题是什么 主题就是 你家有熊孩子 好像是 对 主题就是熊孩子 但是 这个 你有发言权吗 我觉得她有发言权了 给我们讲讲吧 我觉得我家 我那个闺女 就是一个熊孩子 怎么了 就是 我这时候 我在我闺女身上 能看到好多词 比如说 可爱 讨厌 可怜 都从她嘴里说出来 咋说呢 就是有个小孩吧 就会家里 就会多很多事 就比如说 今天早上起床 叫他起来 就是也心疼 小孩子 其实现在挺难的 上学 起太早了 就六点 必须要起床了 起床我也知道 他没睡太好 本人小孩 大人有的时候 还有起床气呢 他就有点不开心 不开心 我一直就哄着他 我的穿衣 我也不开心 之后我就 我就有一点点生气了 我说你看 如果要不是为了你 是吧 我跟姥姥也不用 起床那么早 姥姥五点就起来 给你做饭 我妈妈也得比你 起得早 给你准备衣服 我说现在叫你 你还不开心 之后他还是有点不开心 穿衣服的时候 我帮他穿衣服 就使劲神 打我眼睛了 完了我当时就撂脸 他妈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完了之后我一想 我就没表现得很生气 之后他又 只一看 好像没惹啥事 我之后 我都不行 又开始了 这么早就叫我 我都没睡行 最好玩的时候 也挺正气人的时候 我刚才看到 你们在那个隔壁屋的彩排 彩排很顺利吗 我觉得挺顺利的 挺好 其实有的时候 彩排过于顺利 反倒不是好事 得意忘形 彩排过于顺利 上台容易往嘴 那我们就当作刚才不顺利 希望一会顺利 刚才我最后一次 第一遍我们特别顺 第二次我有点卡壳了 那太好了 后面就特别顺了 会的 本次录制的四期节目中 西打奔共演绎了三个小品 算得上是实力担当 但是也就是因为饰演的角色态度 有的时候 台词也容易被窜 我刚才看到你好像 在这儿用东北话 讲鼓鼓秋秋的 就往手上弄了点什么东西 我看看 这说啥呢 这三个字你还用写手上吗 因为我刚才听到白哥 我跟你讲 就别忘了说那句话 是这句吗 对 就三个字 说啥呢 为啥会忘呢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有时候也因为这个事吧 比如说 就说啥呢 干啥呢 其实一样的 但这里这两个人合图 大家必须出一样的字 对 所以呢就会 旷逗了我的思想 我第一次看到你手上写这个 我从来不写这个 那你今天是怎么了 反正这些小品牌的多 就盒乱了 明白 那希望你一会儿别忘了 那希望你一会儿别忘了 这希望是一定不能忘了 小新同学 这次给我们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作品 这次作品好玩 这次我演个熊孩子 你演吗 对啊 什么样的熊孩子 这个作品里边 我就是给我妈 请了一个心理医生 但是呢 我妈呢不能 不能告诉她 说她是心理医生 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病 她产后抑郁 然后我给她请了一个 隋大半老师 扮演了一个心理医生 我就说是 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医生 就各种导乱 就正催眠的 正催眠 你给叫停了 对 我就各种导乱 就熊孩子 逃 我觉得你能给那个家里妈妈 请这个医生 说明还是挺有孝心的 还行 反正就是 我请她花钱 当熊孩子 有没有哪些 特别的一些 需要一些动作啊 或者语言 能表现的 这个熊孩子很凶 有没有 就是干啥事都机灵 对 我觉得就熊孩子 干啥事都机灵 他逃归逃 他有眼力见 他知道要尬哈 但是这个作品里边 我养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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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有这个 我看你背了一个小书包 他看吗 小绿书包 小绿书包 为什么给你背一个书包 这个到时候我不能导演 为啥要给我背一个绿颜色 那颜色不咋好看 是 现在已经经过彩排了 是不是 彩排完事 过程还满意吗 挺好的 我就上下场 也没啥拍摊 反正不咋度 正常演出顺利完成 虽然有一些意外状况发生 但整体效果十分不错 大家也都非常满意 刚才感觉怎么样 挺好 挺好 老弟 我那个水泼得有点早了 我而且泼你耳朵了 我告诉你 我就耳朵里边全是水 反正老骂了 对 就挂一下子进水了 没反正我都停那了 结果感觉人最受到刺激 不是第一时间 就这个感觉 一定是蒙一下子 完了再捂 特别真实 我现在里边还有水呢 反正就整个面线吧 愿你拿我啊 放心吧 放心吧 你说啥 你说啥 听不听 满意吗 行 满意 满意 现在一片大森林 但是能幻想 对 特别满意 特别满意 你刚刚就偷偷跟大奔说了什么 你刚刚跟大奔说了什么 我就怕大奔老师 用于货品太多 这个完整度 完成度 有的时候词怕都被混了 所以呢 我就刚开始上台之前 特意说 这个词再跟背对的感觉 行 没有问题 写手上 这手上有白血吗 没有 没用上 没用上 自己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因为咱俩在 你采访我的时候 咱俩对了好几遍 大脑一下就深刻在记忆 我也是有用的 对 开始 说啥呢 这么精彩的欢乐东北风 就是之前的你怎么能错过呢 大家别忘了锁定吉林卫视 今晚21点06分播出的 欢乐东北风哦 情动十分 给您台前色彩 幕后精彩